哈囉大家好,我又來了 今天看到了3V1V的解答之後 果然不出所料耶,都是偏重數學技巧的解法 事實上它裡面提到那種畫圓的解法 我在第一天就解出來了 我第一天就有想出這個解法啦 但是很討厭的地方是它使用了蠻多數學的技巧 或者是數學語言太多 然後這幾天也有網友提到一些特殊的解法 有網友用線性代數來解,其實也真的還不錯 但是總覺得這些解答方式 包含我想出來的這些解答方式 我都覺得不該出現在我的頻道裡面 反而比較像應該出現在李永樂老師的黑板上面才對 所以接下來我就用花了兩三天的時間 去想出一種比較有物理感覺的解答方式 其中用了很多想像力啦 但是就少了一些數學的嚴謹 可是結論卻是異常的精準跟直觀喔 那就來聽聽我的解法 希望我的解法可以讓你持續維持著對科學的高度興趣 為了讓你有感覺 我們先連續看幾次碰撞 首先這是1公斤的碰撞 再來是3公斤的碰撞 再來是5公斤的碰撞 再來是5公斤的碰撞 再來10公斤的碰撞 好 再來看20公斤的碰撞 好 那現在連續看了這麼多種碰撞 你也許就只認為它就只是碰撞 但這種碰撞模式 再加上力學人手人的狀況 其實你有沒有發現 這個碰撞很接近什麼模式 沒錯 就你們畫面上看到的 就是朝著碰撞入射在離開的狀態 而中間的那個被撞的木塊 它的角色就相當於扮演著彈簧的角色 當它們質量差距越大的時候 它就越像彈簧 所以我們先來看看正常彈簧 對於一個入射木塊的速度 它有什麼影響 我們定向左為正向又為負 這個圖對我學過簡協運動的人來講 再簡單不過了吧 就是由正速度入射 然後經過了半個週期之後 以相同的速度反彈回來 那如果你認識這張圖 一切就簡單多了 因為木塊之間的碰撞 只要在力學人手人的條件下 入射木塊的速度 一定會被這張圖所局限著 我簡單的舉例給你們聽 首先把彈簧換成1公斤的木塊 接著來看入射木塊的速度變化 有看出什麼關鍵嗎? 那沒有的話 我們再換個質量比例再做一次 我把圖畫清楚一點 這個是4公斤的碰撞 到這裡應該就很明顯了 每個點的出現 它的時間差事實上是個定值 而每一個點就代表兩次碰撞 除非它最後一個點 發生在速度為-v的狀況下 那這樣就只能算一次碰撞 好 那如果有剛剛那些概念的話 那現在這個計算就變得很簡單了 首先這條線呢 是簡協運動的速度對時間的關係 所以它的基本等式是這個樣子 那這樣呢 我們就點出幾個關鍵點就好了 首先第一個點呢 是這個末數 經過了二分之週期的時間呢 它的速度變成-v 因此第一個等式 就最後的速度變-v 是v0初速cosωt 這個時間就是二分之週期 這倒是好寫 那這第一個點寫完之後 再寫第二個點 就是經過第一次碰撞 第一次的碰撞 所造成的速度下降量 這時候速度多少 vcos 然後經過了這段時間 第一次碰撞所經歷的時間 就要提 但我不知道這週數是多少 這不會很難 因為這只要學過碰撞 都知道 這就是 入射木塊的末數 所以 碰撞裡面有學過末數就是 入射木塊怎樣叫大m 好了 被撞的叫1公斤 m加1分之m-1v 所以我們就把速度寫過來 就是m加1分之m-1v 最後我們想要從這兩個等式裡面 找出到底在2分之t的週期裡面 出現的幾個小圓點 那我們只要拿2分之週期的時間 除以每一個小圓點出現所間隔的時間 這樣一除就可以知道它可以出現幾次小圓點 解減它不難 從這兩個式子解說還蠻簡單的 那最後這是小圓點個數而已喔 小圓點個數不代表到底有幾次碰撞 所以你如果要碰撞次數的話 最後再把它乘上2即可 再把它乘上2即可 那就它碰撞次數 所以最後做碰撞次數的整理 就是剛剛那個結果乘以2 就是你會遇到碰撞次數 記得你只要取出這裡的整數部位就可以了 如果是完完全全的整除 記得要減一次喔 本集完 我會不會播放 總件事 字幕志愿者 杨栋梁